中风案例 52岁的塞门在2014年11月时 右侧中风而被送医 医师告知他需要进行物理治疗 帮助他复健 由于疗程费用庞大 他无法负担 因为行动不便 也无法再从事卡车司机的工作 2014年12月 因为无法行走 而由他的妻子推着推车 带他去接受原始点条例 2015年2月 他的腿非常疼痛 而无法前去接受原始点条例 志工便到他的家中帮他按推 按推后 他就能拄着拐杖行走了 按推怀部原始点 2015年5月 塞门已经能够开车了 得以回归职场 他不再需要依靠拐杖的辅助走路 塞门鼓励其他的病患 一定要坚强 也告诉所有人 原始点改善了他的人生 他也祝愿所有的病患 能让生活重新回归正轨 后续探访 目前他也不需拐杖 可依靠双脚行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